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吹得上的话呢 我们就买几个回去 好 来 试试看 我吹吗 对 是上帝不小心踢翻了一大桶蓝溪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让西部绍安变得这么蓝 有一群来自安大鲁西亚的犹太人 他们到这边 把这三层就切成一片蓝 身为的乌达雅城堡中 是如何隐藏着一座秘密花点 在伊斯兰的世界中 为何经常转角遇到猫 所有的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节目 在摩洛哥的重要城市 欧洲人称它为非洲的雅典 伊斯兰中土称它为西方的麦加 这座城市就是我现在的所在地 位列摩洛哥四大古城之首的菲斯 那菲斯为什么对于伊斯兰世界如此的重要 我想在正续探观这座城市之前 先跟观众朋友分享过去这段辉煌的历史 话说当年罗马帝国崩解 欧洲大陆经济凋敝文化倒退 遭遇到史上最大的危机 史上加霜的是当时黑死并盛行 夺走了欧洲半数以上的性命 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 正当爱费大帝吞食着欧洲大陆的同时 伊斯兰文化得以全方面的蓬勃发展 在那个时候人才会吹的菲斯 人口一度到达了二十万 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而在当时全世界第一所大学 卡拉威尼大学也是在菲斯诞生 所以当时的菲斯人 就成了建多士广教育良好的代名词 而今儿菲斯 虽然他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地位 被一些大西洋沿岸的城市所取代 但是这中世纪的老城区依旧活跃 游客来到了摩洛哥 菲斯肯定是他们的必有之地 现在就跟着柯伊的脚步 一起来探访这座文化底蕴城后的城市 走 在浪漫的卡萨布兰卡 我邂逅了另类的黄昏剧烈 在红色的马拉克时 我买了精致的黄铜镂空灯 然后将它移须在城里的某个角落 在迷人的索维拉 我感受到滨海老城 让人放松心情的无形魔力 摩洛哥的每一个城区 每一个老城区都精彩无比 所以对于历史最辉煌的古城菲斯 我更加期待 虽然内心充满向往 但在进入这座曾经在伊斯兰世界 占有一席之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城之前 还是要先跟大家说说摩洛哥独立的故事 卑斯是摩洛哥最古老的城区 同时它也是摩洛哥的精神首都 为什么说它是精神首都呢 像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看看我背后有一块非常大的白色大理石 上面记录了许多的人民 这里是他们的独立纪念碑 那样说到独立纪念碑 我们知道过去 这个摩洛哥是法国的保护国 也就是法国的殖民地 在1944年1月11号的时候 有一群独立党的人士来到这里 发表独立宣言 因为他们想要摩洛哥 有一天可以脱离法国的保护 一直到了1956年3月2号之后 他们终于争取成功 并且废除了之前跟法国所签订的 非私条约正式宣告独立 独立后的摩洛哥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很快地成为一个国际级的 观光顺地 曾经遭到欧洲列强居民的他 就像个文化大熔炉 所以在呼吸非洲大陆空气的同时 也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欧洲风情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古城黑丝 然后进去老城区之前 先选择在这咖啡厅 坐了下来 为什么要选择坐在这边呢 最主要的 这样的光线是欣赏蓝门的最佳时机 说到蓝门就是我背后这一座 这看起来简单来形容外观樸实 但是你仔细去看它的细部的马赛克砖 做得非常精美 外面外侧就是蓝色的 蓝色代表什么 就是非私这座城市的代表色 而它的内侧却是绿色的 绿色就是象征着伊斯兰 相信观众朋友透过画面又发觉呢 怎么之间多了一位陌生人 而且是外国人 其实呢 它名字叫阿布杜 因为我们知道这诗人节嘛 他嫁到贝都英了嘛 所以呢 新娘子不适合在跟着我们到处抛头露面 接下来行程呢 就由阿布杜陪伴着我们 那阿布杜呢 当然他对当地的了解呢 非常的熟悉 很特别的是啊 他不讲中文 他讲的是英文 但是好在啊 他用的这个英文啊 都还挺简单的 我们都还听得懂 刚坐下来呢 我点了黑咖啡 阿布杜也点了黑咖啡 但是你这杯看起来 不太像是薄荷茶 对 我跟你说我这杯超厉害的 好 哪里厉害 你可以闻闻看 我知道它是什么 它很香 就是有一股淡淡的柠檬香 是 对 它的英文名字叫Rubina 然后阿拉伯名字叫Luisa 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 就比较有质感一点 哪里 我除了口感跟好喝之外 我还会注重它的视觉效果 好 怎么说 摄影师 给我一个镜头 不是 不是这个镜头啊 专业一点 不是镜头 好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特色 对 不是我的脸 不是这一杯 仔细看哦 好 好 要看什么 要看什么 怎么会这样 到底要看什么 不是啊 因为我刚刚看旁边的人在磕 然后就 结果就超多泡泡的 有一点点泡泡啊 一点点啊 微微的 不过呢 可以最明显示 小慧呢 除了她自己说的有质感之外 其实她还满有质感的 不是 我刚刚看了 就喝了 然后泡泡超多的 很漂亮 而且呢 观众朋友或许不知道 我们这个同样 终于被我们点了三杯了 为了就是做她所谓的泡泡实验 有啦 是真的有冒泡啦 而且她很像我 对 我觉得这个团队里没有小慧在 真的是很像带了一颗开心果 蛮开心的 谢谢 而且呢 这城市呢 蛮用心的 它在规划的时候 其实你看它旁边 还做了一个看板 上面写着什么呢 smile You are in France 就是说笑一个吧 你现在呢 是在飞斯 对 挺开心的 好了 我们刚刚为了做实验 我们真的是 耽误了不少时间了 对啊 对 那待会儿 我们赶紧把东西喝一喝 好 我们啊 重头戏来了 我们要进去老城了 好 好 喝完很有质感的 马鞭草茶和咖啡 在飞斯古城的旅程 正式展开 才一走进兰门 我们就被一种非常悦耳的鸟叫声 不 应该说是哨子声给吸引了过去 刚刚经过来门的时候呢 一直听到一种鸟叫声 对 找了半天没有看到鸟 原来看到一位老先生 在那边吹哨子 那就是我手上拿着哨子 刚刚我在想呢 是老先生口气厉害 还是哨子厉害 结果呢 我刚刚看了这个阿布杜啊 他自己也吹得挺开心 而且吹得挺好的 证明这是哨子厉害 好啦 我们请老先生再帮我们吹一吹 好 吹 超厉害的 对啊 这样子好了 我们也来试试看 如果吹得上的话呢 我们就买几个回去 好 好 来 试试看 我吹吗 对 我怎么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很特别的是 在哨子里面要先加一点水 然后自己吹进去的时候 然后这个水在那边打滚 就会有声音 好啦 果然老先生的口气 还是比较厉害 这样是不是有 有一点 有啦 你不要吹得起来 好了 这样子好了 我们买几个回去 然后我们沿路没事的时候 就顺便练一下 好 对 因为老先生吹得出这种声音 我相信经过练习 我们也吹得出来 好啦 跟他吹了啦 虽然嘴里说着不要再吹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跟着口哨阿贝 还有阿布杜 来了一场小鸟三重奏 走进老城去 第一个迎接我们的是传统渠场 这个练习场和先前逛过的几个练厂很像 一样是什么都慢 什么都不奇怪 逛着逛着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摊位 和一位具有明星特举的帅气老板 其实来到飞斯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喜欢这座城市 这大概是我们来到摩洛根呢 我逛起来觉得最舒服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区域 算是他们的传统戏籍 那为什么停在这个肉摊的前面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们的广告照牌很可爱 那这摊卖的是什么呢 照片上有骆驼 有牛 他卖的就是骆驼肉还有牛肉 那我觉得老板很可爱 他把自己的照片呢 弄在这张照片上 看起来就是凶啾啾气昂的 那另外呢 看看旁边这拱门 拱门上面挂了一张照片 那照片呢 就是他们国王的照片 那他们的国王其实可以说是 极所有的权利于一身 包括呢 自己也身兼三军统帅 好了 我觉得这个市场非常大 这个老城区也非常大 抓紧时间我们赶紧好好地给他参观一下 走 每次出国旅行 只要走进市场或市集 总会觉得市间过得飞快 因为各种不同的商品 也因为西壤往来的人群 看到了最具当地特色的黄童 镂空灯 忍不住 停下脚步 顺手拍了几张 而这几张照片 恰巧弥补了 没能把它带为台湾的缺憾 飞四古城呢真的非常好逛 逛一逛啊就大半天就去了 那现在是中午时间了 刚刚观光却说肚子有点饿 看看时间果然过了十二点 吃饭时间到了 那阿波杜呢带我们来到这家餐厅 非常的特色 一走进来啊 哇 哇 哇 惊叹声不断啊 看看呢旁边梁柱啊 上面雕的花 弄得非常非常地漂亮 很戏剧 那另外呢 这边呢 一些吊灯 灯饰也非常有特色 尤其上面的窗户呢 都还有这个彩色的玻璃 那另外前面呢 还有这种湿头喷泉 在这样的氛围下面 涌起来呢 是一大享受 而且呢 我刚刚走进来啊 当然我先看到的这张 就是他国王的照片嘛 但是旁边多了一位女性 这位女性呢 并不是她的女性 而是呢 她们怎么称呼呢 Princess 对 她们称她为公主 因为她们是没有皇后的 那不过呢 这国王很好玩 其实我们知道呢 整个这个伊斯兰世界呢 她们啊 其实一个男孩子 可以娶很多的老婆 简单来说 女孩子四个 那这国王呢 娶了太太之后啊 她开始就推行一夫一妻剧 这样很棒啊 很棒对不对 真男人 OK 那以后如果你嫁人的话 你老公想要娶第二个 怎么办 好吧 显然是不能妥协了 对不对 对 好吧 就跟我们肚子饿一样 拿起叉子了 不过呢 在吃之前呢 差不多已经开始吃了 好 那还是请小费啊 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知道小费吗 蛮讲究的嘛 对 很爱吃啊 我们就好好的介绍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是他们的前餐 摩洛哥他们就是吃的东西 也都很健康 很天然 那我们每天都会吃到那个面包 对 它吃起来很像法国面包的感觉 很Q彈 然后对 口感很扎实 然后外面有一层像麦夫的东西 除了面包之外 我们每天都还会吃到沙拉 那他们沙拉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那个番茄 然后黄瓜还有洋葱 然后拌一些醋跟橄榄油 所以咧我们可以开动了吗 好 可是我老师已经开动了 好 享用我们的午餐 解决了前菜后 最具摩洛哥风味的塔吉锅 上桌了 哇 超丰盛的耶 哇 而且酷子酷子我们在试人家有吃过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小米的东西 是 那这里感觉就是更多了一点 菲斯的特色 上面有点鹰嘴豆 嗯 是 感觉很好吃 对 所以可以开始吃就对了 好啊 好 是好 我们盖回去 有不知道盖子要放哪里了 开玩笑的 好 酷子酷子是北非小米的称呼 虽然叫北非小米 但它其实是一种用粗面粉做成的米粒 当地人常将酷子酷子 鹰嘴豆和各种香料与干果 放入塔吉锅中一起蒸煮 在摩洛哥这段期间 最爱吃的就是酷子酷子这一味 菲斯古城有千年的历史 也有千年的手工艺 尤其是这里的皮斩技法 千年以来始终如一 这也让传统皮斩工厂 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区的重要看点之一 只是混合了鸽粪和牛尿的皮革柔软剂 所散发出的气味 却是让人不敢恭维 其实薄荷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脏 不仅是放在水里面 可以当成这个薄荷茶 这拿起来的时候 最主要还可以去一个味道 那为什么现在手上拿了一个薄荷叶 其实我们来到了菲斯古城里面 逛了一圈 发掘里面有很多卖皮件的店 那我们知道这边制作皮件是出了名 那包括在古城里面 还有制作皮件的工厂 而这工厂呢 不时就传来一种非常刺鼻的味道 那我们来看看在我的下方背后呢 这里就是一个染皮件的一个工厂 那我们来看过去呢 其实它的流程是有点繁复的 一开始呢 可能会把羊皮 牛皮 骆驼皮 或者是山羊皮送到这个地方 那第一个做的步骤呢 就是远远看过去 有一些工人呢 他们呢 就是在处理这些皮件 并且呢 可能用石头去刷洗它 刷了之后呢 怎么办 把它晾在这旁边 可能晾个三天左右的时间 让它自然的阴干 阴干之后呢 由于这皮件本身呢 它还是有味道 所以它送到那个 有一个大机器里面 让它在里头滚 滚一滚 尽可能去除它原有的味道 去除味道之后 再拿出来 丢到白色的染缸里面 那最主要就是呢 因为这个毛皮上面呢 难免还会有一些血 或者是一些粪便 好 可能藉由这个氨水 去去除它 融掉它 那接着呢 再把它拿起来 在旁边继续啊 风干 风干了之后呢 再丢到这个染缸里面 去染两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拿出来 再把它给晒干 晒干之后呢 可能它会有一些味道 再送到附近的一些香水工厂 好 去去除味道 那整个过程呢 其实前前后后啊 真的是费不少功夫 那我们或许很好奇说 这个染色 究竟是用什么样原料去染 那像一般来说 这红色呢 可能就是用银塑 然后黄色用的就是番红花 绿色呢 一般用的就是薄荷 那基本上呢 都是一些非常天然的一些染剂 哇 站在这边真的是 无味大成啊 有点刺激 还是闻闻薄荷的味道 比较舒服一点 千年传统技法制作出的皮剑 果然能刺激消费的欲望 只是混乱的砍价过程 很快地打消了我购物的念头 如果有机会来到菲斯旅行 除了货笔三家外 一定要记得 从三折谈起 这一路来到摩洛哥呢 你会发觉有很多的建筑 甚至呢 是在一个建筑里面的空间 常常会大量使用马赛克 来当作它的一个装饰 那来到菲斯呢 其实当地最著名的一些工品呢 就是以马赛克砖为主 那我们现在来到呢 是菲斯一个颇具规模的 马赛克砖的工厂 那当然进到里面呢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 这种不同图案的马赛克砖 这说实在话 看下来你会觉得眼花缭乱 那其实呢 我们在摩洛哥看到的马赛克砖 跟在其他国家 像是土耳其在中亚 看到一些马赛克装饰呢 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做法 像其他国家和马赛克呢 怎么做的 就是一块一块不同颜色的这个砖 把它拼凑起来 拼成一个图案 但是呢 在这里的作风啊 很不简单 首先呢 是烧制出各种不一样颜色的砖石 那另外呢 设计师会设计一幅的 这个图案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背后有很多师傅 他们透过他们巧手 一个图案一个图案的 亲手打造出来 之后打出来之后呢 再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图形 正面朝下 这背面呢 会灌上水泥 等待水泥干了之后 把它翻起来 就是一块非常完整 而且漂亮的马赛克砖 马赛克是最早的一种 香坎艺术 起源已不可考 在古罗马徐奇 最为顺其 如今马赛克的装修风格 无所不在 除了在宗教建筑中 被大量使用外 这种迷人的拼贴艺术 早已在民间流传了开来 参观完精彩的手工艺后 接下来要带着观众朋友们 一起去穿街走向 感受古城的另一种魅力 常有人用活生生的中世纪 程序来形容旧菲斯 其实这菲斯 他除了这些建筑之外 最迷人也让人爱恨交织的 就是这里的街道相弄 为什么用迷人这两个字 以及爱恨交织的成语来形容它呢 其实算一在整个老城区里面 这街道相弄 一共有9547条 而且其中有325条是死巷子 更酷的是 这旧城区里面 不像其他的景点 有地图或者是有路标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进到这边 没有熟人带路的话 保证你会被这中世纪的大迷宫 搞得晕头正像 除了晕头转向外 走在这比摸鲁巷 还要狭窄的巷弄中 难免都会碰到 令人尴尬的状况 菲斯古城真的很大 还逛不到一半 天色就暗了下来 落叶后的古城 人潮不减 街上依旧热闹 在某条街上的某个转角 我们又发现了一家 阿公级的老店 上一位呢 我们在66号公路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理法店 当时呢 我们就派出我们的毛岛 来做个造型 但这回呢 来到摩洛哥的老城区啊 同样发现了一个 非常有味道的理法店 而且里面呢 坐着一个 有点时尚 有造型 而且呢 和爱可亲的老先生 老师傅 那所以呢 我们这次的决定 不如派个人再去做造型 于是呢 从我们团圆里面挑了一颗头 最适合做造型的 我们就推拍 他坐到这个座位上去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了 走 看看究竟是谁 这样 开始了 对他开始了 开始了 开始谁抖 而且他呢 他手会被抖 他已经开始剪了起来 怎么办好害怕 因为我人生第一次在国外剪头发 而且还是在这种比较旧旧的地方剪 然后听着那个摩洛哥的音乐啊 传统音乐 感觉很奇妙 对 你完成了吗 对 你完成了吗 不 而且重点是北北 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对我来说 在国外礼法需要很大的勇气 女孩子在国外礼法 则需要更大的勇气 尤其是语言不通的时候 外景团队连我在内 总共是四个人 毛岛捡过了 小慧正在捡 糟糕 下回该不会就是我的爸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能把整个古城逛完 剩下的部分只好留给下次了 上了车后彻夜赶路 来到了有南城之称的 西部小安 就是这个味道 我刚远远呢 就在这厢筑间呢 闻到一股熟悉的面包香 而且呢 刚刚看到里面呢 我看到一位老师傅 她正在制作这个面包 她的旁边还有这个流书 你看起来整个人就很飘逸 这个是男生的传统服饰 那她就穿得很像一个麻布袋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昨天呢 下她的饭店 那这饭店呢 当然她非常的漂亮 重点是啊 她位在半山腰 是看这座迷远山城 最棒的地点